市场策略方 终端车 稍微有点犹豫的年轻人的关键的点 颜值 现在变化 起码400万台一场 城路大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小鹏作为今年的火炬传递指定用车 非常的吸睛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战术向运动会的体系 就是大学生运动会 很年轻 运动 科技 追求创新 我觉得这跟小鹏本身整个公司的基因文化 以及我们的产品 包括P779想追求的点 我觉得不而合 同时我们在整个大运会的中间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做很多的一些配合的传播的点 那我们今年以来 我们这个市场策略方面 品牌策略方面 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过去的五年里面 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有很快的发展 今年我们认为 智能汽车开始形成新的五年的开始 那我们都很惊讶的是 70%的人选择拥有城市辅助驾驶 我觉得过去一年的小鹏是一个很有挑战的12个月 我觉得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竞争会急剧加速 且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在中国大概有100家原来的造车企业和300家新造车企业 在过去的一年 也就是2022年 中国规模有销量的 7的公司 50家 我们认为到30年的时候 可能只有数家占据了80%的市场 那么原来我们想做成一个小而美的公司 是一个科技的公司 是一个走向全球的公司 它可能活不下去了 那所以我们定的目标 我们要做中国第一 能不能做到2030年代中国做到第一 那么是多大 起码400万台以上 年轻人在做购车决策的时候 当他可以选择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犹豫一下 抓住这些稍微有点犹豫的年轻人的关键的点在哪 我们第一个就是抓住趋势 第二个是以颜值 我觉得这两点是所有的人会最关注 小鹏的目标就是在大概在20到30万级别的车 也就是终端车 我们要形成我们的主控 小鹏的目标